加拿大引辟及精神健康中心CAMH 发表关于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的最新调查报告 发现安省学生的心理健康有显著恶化趋势 研究员和多伦多公立教育局教委 分别分享了背后成因 并且向家长提供建议 记者占线云报道 CAMH的报告追踪安省学生多年来的心理健康变化 牵涉药物使用和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等青少年议题 并发现他们的心理健康有恶化趋势 由2007年的11%上升到38% 其中有以焦虑的情绪最为普遍 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都指出他们感到中度到严重的焦虑情况 不过研究就未有聚焦在背后的成因 多伦多教育局教委佩慧东就认为 新冠肺炎是其中一个主因 同时他也指出教育局的预算不足 导致支援频道也是另一个问题 他们会安排社工也好或者心理治疗师也好 他们会和学生去进行接触 家长进行接触 报告显示 安省有五成七的学生了解学校所提供的支援服务 不过仅有一成四的学生向校方寻求帮助 而今年CAMH也在报告新增了一项新的调查范围 探讨学生拒绝寻求帮助的原因 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自己可以解决 以及近四成的人害怕负面标签 佩慧东建议 华裔家长不要视心理疾病为洪水慢受 心理疾病要么不是一个疾病 要是一个疾病你觉得很难以启齿 找人们你相信 谈论人们 即使是你的父亲 你的朋友 你的教授 你的心理疾病 但你相信 谈论人们 不只能保持所有的东西 而恐慌 是重要的找到支持 报告也发现 九成社的学生 有每日使用社交媒体的习惯 约四分之一的人 每日会花五个钟头或以上的时间 在社交媒体上 CAMH表示目前没有明确的发现 显示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和心理健康相关 需要更详细的研究 去了解背后的关联性 Omni News记者 尖先云报导